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带给大家的是Pons Cafe的蒜米鸡 曾经的蒜米鸡是Pons Cafe的其中一个招牌菜 我们开始煮之前请大家要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子的话 我就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美味的食材 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拿这些鸡肉去炸 所以我们要准备这些鸡肉就要放一点点的盐 还有一点点的面粉 鸡肉已经炒好了 它的蒜米酱汁呢 我们需要倒差不多两个蒜米 倒脆 倒一个碗 我们需要准备一点点的水 然后呢我们需要加入一点点的盐 一点点的白糖 一汤匙的蚝油 还有半汤匙的黑酱油 然后我们需要加入一点点的酱油 然后我们需要加入一点点的酱油 来勾芡它 然后我们要开始煮它的特别酱汁呢 它的蒜米酱汁 爆香蒜米 煮到蒜米变色就行了 煮到蒜米变色就行了 煮起饭 搅上我们才年的大鲫肉 小 Ford 我们知道它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刚才煮的 蒜米鸡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这样子我就给大家更多美味的食材